好今年是香港雨傘运动十周年 也是反送中运动的五周年 民间团体今天下午在自由广场前面 举行了捍卫民主的游行活动 现场最新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吴洛颖 祝福观众今天在这个自由广场前 有在台港人以及台湾民间人权团体 一起举办的捍卫民主台港同行的这个集会活动 而今天也特别有纪念意义 因为2019年的6月9号 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第一场的大游行 当时有上百万人参与 而今天在活动正式开始前 也特别为目前香港的政治犯来默哀 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其实相信其实那个直接影响是会有的 因为毕竟台湾跟香港的距离没有到太远 可能其实过往好几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即便在香港本土不一定会有相关的行动 但台湾即便会有 可是其实他们有时候就是会用旅游的方式来到台湾这边 可是随着其实我们也知道 香港的情势变化当然是更大 而且是同一时间 其实在台湾的本土 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始看到有一些就是 但是相对下其实会有一些可能会说就是会有 相关的滋咬的情况也是可能会变得更多 那可能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 其实那个心理负担可能会更大是没错了 可是我相信其实即便如此 其实我们其实每一次的游行跟集会 他们的重点都不是就是来的元素 而其实真的是把一个声音就是传达出去 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事情 而在进行香港基本法23条才通过对于干预判乱 或是境外干预都有明定罪行 因此主办单位在活动开始之前 也提醒参与的香港人如果有自身安全的需要 务必保护自身的相关隐私 同时台湾人权的工作者李明哲 也呼吁了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 可以尽速通过难民法 以提供香港人更多的人权保障 以上是香港最近消息时间 就交还给公内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再谈点击 再谈点击 一手掌握新闻 再谈点击 2 1